今天的奥运点降录 带你来认识两位优秀的原住民国手 周族的杜凯文是以外卡资格打进柔道 第一次站上奥运殿堂 而阿美族的汪明辉原本练的是标枪 后来改练划船 今年已经是第三次前进奥运 他信心满满的说准备好了 天分加上苦练 阿美族好手汪明辉在日月坛长期训练 为了三度进军奥运 参加全场两千公尺的单人双奖比赛 这次是迫不及待想要去跟他们一较高下 因为我准备好了 高中开始才从田径标枪改练划船 汪明辉两年前夺下亚运银牌 今年又在南韩奥运资格赛 演出惊人的逆转秀 汪明辉付出的努力与心态成长 有目共睹 自己压力很大 很多人在看 你还可以拿到资格赛 你是不是应该在走下坡 大家都在看 但是我也证明自己还可以 忍受独自练习的孤独 汪明辉的奥运菜单不断强化体能 也加强重量训练 为的就是增加划船起步时的爆发力 目标滑进伦敦奥运前16强 镜头转向高雄国训中心柔道练习场 21岁的邹族好手杜凯文 也展现了原住民特有的运动天赋 今年拿到外卡 第一次有机会前进奥运 心情很兴奋 梦想之旅 就是尽全力去拼 拼出原住民的精神 奥运备战期间 杜凯文的体能与心态都维持得不错 但是在技术层面还有进步空间 教练希望这次奥运吸取经验 能赢一轮就算达成目标 白独浅队 感谢观看